邋indo彈 好 各位Cororra Cross的車友大家早安 我是KT的經理 今天要跟大家來介紹的 就是Corolla Cross 這一台 來改裝KT的避震器 其實經理在這個社團裡面 已經有做過好幾次的分享了 最主要的還是這台車的 整個行車的乘坐的感覺 坐得太過於舒適了 雖然主盤 已經算是TNGA的版本 後方的話算是一個TNGA的 比較一般版的 算是拖一幣的系統 但這個系統 它有一個優點也有一個缺點 優點就是它的結構很簡單 萬一日後 統身壞掉之類的 要維修的話 相當的 相當的便宜 缺點的話 就是它的乘坐感覺 因為左邊跟右邊 會一起 會作動 所以它的 非獨立系統的懸吊系統 就會顯得有一點 在開山路的時候 沒有那麼的 那麼像歐系車 那麼的 那麼的貼地 會比較搖晃一點點 所以應該很多的車友是不是 家人乘坐在後座的時候 會反映說這台車乘坐的感覺 會比較晃 或者是說有的人 比較容易會暈車的 坐這台車就會比較容易會暈車 那它的 改善的地方有兩個 第一個 畢竟這台車款是休旅車 所以它的重心比較高 所以 如果適時的把車高降低的話 的確會改善 那第二個步驟就是 它原廠的輪胎鋁圈的扁平比 比較厚一點點 什麼是扁平比 有的像Corona Cross 有的可能 初次接觸改裝 那經理的話講詳細一點點 不一定要講避震器 這個鋁圈 原廠配備的是 17吋 215 60 17 215指的是這個 胎面的寬度 單位是MM 60指的是215寬度的比例 就是這裡的厚度 17吋指的是這個鋁圈的 它的直徑 所以60的這個扁平比 是比較厚的 那如果 換成18吋之後 這個扁平比可能會變成50 那這個 厚度它比較薄的時候 我們在過彎的時候 它的輪胎的變形度就比較少 相對的 操控性就會比較好 那如果一直往上的話 也許有可能到19吋 這個扁平比又更薄 因為我們升級輪胎鋁圈 它這一個的直徑 這個的外徑 是不會變的 是會誤差越小越好 所以扁平比變薄之後 18吋更好 19吋當然又更好 所以這個的話也是一個改善的方向 第二個 第三個是什麼 第三個就是改裝避震器 但改裝避震器的話市面上的品牌有很多 有的是做單筒的 有的是做副筒的 有的是改裝短彈簧 只要把車高降低的 改裝的方法有很多種 如果到我們 KT Racing的粉刺團裡面 像昨天的話 有介紹一台 Camry的8代 那一台也是TNG2的底盤 那一台車的話經理就不建議 不建議改裝短彈簧 但Corona Close 如果你的預算比較有限的話 這台車 是可以改裝短彈簧的 也都還行 有的車是可以的 有的車是不行的 所以如果 只要降低車高的話 可以 也可以做改裝短彈簧 可是改短彈簧的話 通常是一個比較初級的改裝 一般來說改短彈簧沒多久之後 都還是會再多花一筆錢 改裝成套裝的 所以有很多的車友 在詢問的時候 比較有經驗的車友都會跟車主分享說 那倒不如一次就直接上可調式的 因為可調式的避震器 高低也能調整 軟硬度的話也能調整 所以它的功能性比較豐富一點點 至於KT的話 它的整個 單價的話其實也還蠻合理的 所以如果 在比較的時候 不妨 多試乘看看 那多比較看看 才能選擇到適合 自己的避震器 那這台車在避震器的選擇 經理的話 建議有兩個重點 第一個 後方 它避震器這個行程 是多長的 第二個 這條彈簧的設計是如何 如果這台車 要做得比較偏向競技的話 要專門只要跑三路之類的 那可以 後方 配置紙捲的彈簧 可是如果紙捲彈簧的話 要承載家人的話 相信後面的乘客 就是一個 沒有不太有辦法 接受的一個 改裝品 所以 後方彈簧的磅數 後方彈簧的形式 非常的重要 KT的話 後方的彈簧是配置了 200 3.8公斤 而且是一個大 一個燈籠狀 它的圈徑 比較大一點點 所以它的舒適度 會有辦法兼顧到 我們先來看一下 KT後方的彈簧是怎麼配置的 這個長度是230mm 公斤數的話是3.8公斤 它的外徑 這個外徑的話 比較胖一點點 所以它的乘坐起來的舒適度會比較好 那它彈簧跟彈簧之間的限距 也因為 它的外徑變大 才有辦法拉得比較開 如果是直捲彈簧的話 這個彈簧跟彈簧之間的距離 就拉得比較近 所以它的行程比較少 它作動的範圍比較少 那相對的 就比較能夠 做成 禁忌的設定 舒適的話 可能就比較兼顧不到 所以KT這條彈簧 算是這一台車 最大最大的重點 至於前面的彈簧也好 前面的阻尼也好 也許 沒有設定到 那麼精準的話 也還OK 也還有個80分70分 可是後方的彈簧 一旦設定不正確的話 這台車就不好做了 所以 如果 車友們在選擇 Corolla Cross的避震器的話 請車友 留意一下 後方彈簧的設定 如果是直捲彈簧 經理建議 先做看看車友的 覺得 能接受 再來考慮那個品牌 那如果是KT的話 我們 這個設定的話就會舒適許多 也歡迎車友 多多體驗看看車友們的車 因為有很多的 Corolla Cross的車友 有捧場KT的避震器 可以去試乘看看車友們乘坐起來的感覺 這樣做一個比較 應該會比較客觀一點點 如果經理在直播的時候 Corolla Cross的車友 有問題的話 歡迎立刻在線上詢問 經理會請小編把鏡頭帶到大家想要看的地方 這個是後方ToyB的系統 它的行程 它的避震器 這一代的話 它沒有做一個像是 大壓好了 Yaris的話 它的避震器擺幣位置在這裡 所以它擺幣位置是做一個斜角 斜角的話 它的用意是 讓它的回饋感 會稍微比較直接一點點 可是 這個設計是好的 但是它原廠的阻尼 我們有把 當去年 在開發這台車的時候 我有把這個阻尼 原廠的桶身 那一台車才開了不到200公里 我把這個桶身 拿來到我們現場裡面的 阻尼測試機台去測試 它的 一個阻尼紙呢 非常非常的 舒適 很軟 所以 就變成後座的乘客 會覺得比較晃動 就是因為後方的桶身設計 它彈簧設計起來是可以的 可是它的桶身 太過於舒適了 也不是說所有的 拖一臂系統 都會 都會沒有辦法兼顧操控 如果對 HONDA的車系 有一些了解的話 像是HONDA之前有一些 性能車款 像是 Type R前一代的 FM2 它後方也是拖一臂 可是它能造就出來的 一個 操控感就相當的不錯 或者是 歐系車的 雪鐵龍也好 或者是 Potio車系也好 它後方也大多都是 脫一臂的系統 但它的操控 就能夠做得還不錯 最主要 就是這一個 這台的桶身的 阻尼紙 原廠做得很弱很弱 做得很舒適 所以這個 KT的話就 針對這個部分的話 阻尼 有在特別 因為這台車 我們 上拉跟下壓 有做一個特殊的設定 但經理講那麼多 畢竟都是老王賣瓜 怎麼說都是自己家產品 所以很 誠摯的邀請各位 來試乘 來體驗看看 來了解KT的產品 才比較能夠做一個 客觀的 比較 這個是後方的導生 那它下方這裡有一個 調整機構 這裡拍得到嗎 可以 在這裡 KORONA CLOS的話 KT是設計在下方 這裡是調整軟硬度的 這個地方 是在調整車高的 調整車高的話 從這個調整機構來做調整 阻尼的話 從這裡做調整 那它的軟硬度怎麼調整 如果阻尼像是在前面的話 在上方 順時針的話變硬 逆時針就是軟 可是這個是正差做導樁 所以由下往上看的話 就變成順時針是硬 逆時針是軟 所以是 在這裡來做調整 那 手稍微勾到輪胎的後方 車主啊 就能自行調整 後方的軟硬度了 那這台車 唯一啦 唯一一個安裝的重點 不論是不是安裝KT 安裝其他品牌也好 有一個很重要很重要的重點 就是這一條後面的彈簧 配磁卷也好 像KT這種專用的彈簧也好 後方的彈簧 千萬 不能預載過多 一旦壓縮過度之後啊 像在慢速時候的一個 不平整的路況 回饋感就會變得很直接 就會不舒服喔 也會 如果壓縮再更過度的話 也會影響到後方筒身的壽命 也會有異音的出現 所以後方的 安裝 特別的重要 提醒各位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前面了 前面結構就比較簡單 但是KT的一個 特殊的設計 還是在前彈簧 所以這台車經理講彈簧已經講了兩個 兩個重點 前方的彈簧 後方的彈簧 前方彈簧 KT是配一個燈籠狀 葫蘆狀的彈簧 200廠7公斤 對應這台 1.8升的引擎 重量是剛剛好 而且 這個 燈籠狀的彈簧 它彈簧之間的一個距離拉得比較開 所以它的作動起來的幅度 會比直卷彈簧 還來多出35個百分比 所以 這個幅度做出來了 公斤數也對了 阻尼的調整也對了 所以才會有辦法 讓它開起來的感覺 就好像是 歐系車的一個底盤一樣 會變得很紮實 後座的乘客 也比較不容易雲車 那至於一些小細節的部分 離載串的 固定點 就跟原廠一樣就可以了 這裡有一些 這個是煞車 煞車油管的固定架 ABS感應線的扣距 這裡有一個扣距點 這裡有一個扣距點 鏡頭拿過來這裡看一下 這些都是這台車所專用的規格 非常非常的 的專業 都是做專用的規格 前面的車高調整比較簡單 這個是麥花城的懸吊 如果我們把桶生的長度拉長 它的車高就變高 如果縮短 車高就變低 所以前面的調整比較簡單 那前面的軟硬度的話 就是從避震器的上部 來做調整 KT的用料也都相當不錯 這個是日汽車 不知道有沒有車友知道 日本最大的改裝避震器的品牌 是一個綠色的塗裝 是叫TEIN TEIN 那TEIN的話 它所使用的油風 就是使用日本最大的 NOK油風 那這個油風的話 如果車友們不知道的話 可以稍微Google一下 它是日本最大的品牌 KT 就是使用 日本NOK的油風 一條報價雖然是台灣的 7倍價錢 可是 它的品質相當的不錯 所以KT一直以來都還是使用 日本 NOK的油風 那至於在裡面填充的主泥油 就好像是我們人體的協議一樣的重要 KT所使用的主泥油 是使用意大利IP 一整桶200L進口來台灣的油品 不是授權來台灣在做混裝的油品 所以它的 竹力有的品質 相當的不錯 耐摔退度的話相當的好 所以KT的用料都相當的不錯 也可以在 日後 如果避震器有損壞 不需要換成一整套的 KT有辦法針對 單一的零件 來做維修 所以這個是自由品牌 自己工廠的一個優勢 如果車友們 對經理剛剛所介紹的地方 有不了解的 可以實訊我們小編 如果有想要試乘的 也可以實訊我們小編 好的 以上是今天 Corona Close的直播分享 謝謝車友們 大家再見